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不留神就会酿成大火 可是有人要问了 很多人没少在雨雪填开车 一致很安全啊 这要归功于车帐极其重要 也是最复杂的系统 电子稳定控制系统 简称ESC ESC有很多叫法 不一而足 比如博士就申请了专利管它叫ESP 但不管叫法怎样 都不会影响它的核心功能 那就要提升车辆的操控性和安全性 通过对驾驶员的意图解读 来做出相应的操控 如制动 暴死灯 从而达到防止汽车达到动态极限时 发生失控的目的 ESC的主要组成有各种传感器 ECU的控制器和相关的执行器 传感器包括转向传感器 轮速传感器 纵向横向加速传感器 偏转率传感器等负责采集外部的数据 然后将数据传至控制器 控制器通过一定的算法 判断驾驶员的操作意图 和当前车体面临的状况 从而操控执行器进行相应的调整 执行器包括汽车刹车防暴死系统 汽车制动力分配系统 和吸引力控制系统 它们分别通过不同的途径 来处于不同的危险情况 很有可能即将失控的汽车 进行制动操作 从而使汽车平稳 乘客安全 ESC虽不起眼 却是汽车里保护我们安全 最重要的一环之一 如果只是为了追求更少的价格 而放弃ESC 那是极其愚蠢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现在欧洲已经禁止 无ESC系统的车上路 希望我们也能够很快地意识到 ESC的重要性 给自己的安全添一层保障 如果没有护行车安全 也不能只靠ESC的作用 万一应该靠人们心中的谨慎和自觉 不酒驾 不破坏交通规则 小心行车才是杜绝交通事故的终极法宝